迈入第20个年头的环花东国际自行车大赛系列 28号在花莲和台东登场 为期两天的系列活动 有超过2000名国内外的车友共襄胜举 而县长徐振卫和骑士协会理事长董俊仁 还有骑士协会的秘书长何立钦 裁判长迪茂昌 还有创会理事长舒昌威等人一起名枪 为这一届的挑战赛揭开了精彩序幕 环花东国际自行车大赛系列活动 28号在花莲与台东登场 为期两天的系列活动 共有预2000名国内外车友共襄胜举 县长徐振卫表示 明年的黄花东365超级挑战 是自行车好手们挑战自己的体能 发现自己的潜力 突破自己的基督终于来赛事 同时一路上的景色更是赏心悦目 依然花动好山好水 留下美好难忘的回忆 祝福大家顺利玩赛 参赛是勇者 玩城市英雄 每位选手都是最棒的 欢迎来到美丽的花莲 尤其我们从现在开始 在这个台西线 会看到美丽的曙光 当然台西线到台东 是一个很美很美的 很美的东海岸 所以在这我想 一路上大家会非常非常的 赏心悦目 尤其是在花莲 我们从今天开始围棋八天的各宗教祭天祈福的活动 另外在这个我们在瑞穗 还有玉里也有英雄 美人汤 双汤 奇遇 大家如果这个回城的时候 可以去走走 泡泡汤 轻松轻松 舒缓舒缓 展现我们玩赛事英雄的魄力 和我们的豪气 黄花东365挑战时 最受国内自行车 好友们喜欢的赛事之一 允许许中优秀自行车好手 赞予黄花东20感恩年 铁马2000花铃 向前起走活动 绝美的海岸线 以及景色修理的重骨线 相信这趟旅程 会让大家感受到 黄花东之美 记得久远黄小伯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